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好兄弟贝可 也是搞金融啊 来 什么时候诈骗题材的影视剧开始吃香了 也许在电影孤注一掷赢得全网认可 并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亚洲华语电影提名的那一刻 诈骗悬疑题材已经在观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这一次由孤注一掷的导演深奥 编剧张亦凡 摄影指导葛荣运 美术指导李安然 写手著名造型指导田壮壮 制片人郑林 高博扬 共同打造的悬疑 加诈骗短剧 新生 首播 直接拿下了热度榜第一 微博热搜更是高居不下 新生 不只给观众呈现了反转炸裂式的剧情 由景博然饰演的撒谎高手 第一渣男 天生表演艺术家费可 更是直接震碎了观众的三观 那么 新生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男主费可心机到底有多深 作为悬疑题材的电视剧 新生 从开头制作和开场色调 就奠定了悬疑的基础 开头以拼图式的手法 将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 与面貌一点点拼凑完整 既带有点隐喻的效果 又能与开头的悬疑色彩完美契合 其次开场的音域色调 以及导演刻意营造的 暴雪山庄的场景都能更好地诠释出 悬疑剧本身阴暗 沉重的氛围给观众更多的代入感 而新生开头第一场戏 就从女主河山与男主费可的移通电话开始 电话里是费可要求 在离开前与河山见最后一面 但又没说明见面的目的 所以河山也因此心存怀疑 并开启了电话录音 只是没想到俩人的见面 竟然会是男主费可 在机场突发疾病 口吐白沫的场景 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河山 又在几小时后被突然告知 男主已经去世的消息 在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下 女主河山也被迫卷入了 男主无故离世的谜局中 并在男主的追调会上 见到了另外四位 与男主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的关键人物 陈树发 陈浩 张轩和苏茜 四个不同身份 不同地位的人 与男主费可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透过女主和山第三方的角度 一步步追问才得以揭晓 首先是旷启老板陈树发 他与男主费可 是老丈人与好女婿的关系 他的女儿陈佳佳 正是费可名义上的妻子 费可得知 陈佳佳是富家女的身份 便伪造哥大高学历 及富家公子哥的身份 与陈佳佳拉近距离 赢得了陈佳佳的好感 并在明知陈树发 不认可自己的情况下 以退为境 让陈佳佳与父亲摊牌 一步步赢得陈树发的关注 在陈树发与陈佳佳面前 费可致死至终 都呈现出一个完美男友的形象 不仅事无巨细地照顾着陈佳佳 还利用自己营造的富二代身份 为陈树发的不合规经商方式 谋得了更多的利益和好处 里里外外都为陈树发 打点得妥妥当当 让陈树发彻底放下戒备 从而为日后 从陈树发那 骗取四千万 埋下了更好的伏笔 等到陈树发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 费可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留下绝望的女儿 躺在冰冷的浴缸里割腕自杀 在费可费尽心思 编造富二代身份的同时 他还进行着另一场骗局 而被骗的人 正是刘雪海归总裁陈浩 陈浩是个有钱 又有地位的黄金单身汉 所以在陈浩面前 费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优越感 相反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 出入金融行业的职场新人 反而更能赢得陈浩的信任 而费可与陈浩的相遇 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策划 以在飞机商务舱意外相识开篇 既展示了费可弱者的地位 又能以此让陈浩 从费可身上赢得优越感 同时费可行骗手段的高明 在于他善于洞察人心 并利用人性的弱点 来施展自己的计谋 陈浩喜欢在费可身上 寻找优越感 费可便心甘情愿地为他臣服 不仅虚心向他 请教金融投资经验 衣食住行更是给他安排的 妥妥当当 陈浩对费可甚至有种 超越同性友人之间的感情 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剧中 明确表示出来 但无论是原著小说 还是剧中某些隐晦的情节 都可以看出费可 与陈浩非一般关系 费可一步步获取信任之后 又通过开老鼠仓牟利的方式 成功拿捏助陈浩的把柄 最终即便陈浩得知自己被骗 也不敢贸然报警 紧接着 高情商诈骗犯费可 又将目标转向了一位 多惊又有魅力的苏倩身上 和他一同上演了一段 竞技又刺激的姐弟恋 在苏倩面前 费可时尔充当一个体贴的小奶狗 时尔又展现自己睿智 和浪漫的一面 让每天的生活只有两点一线的苏倩 对她充满了好奇和窥探之心 费可每天和她上演着欲情故纵的游戏 而苏倩又偏偏渴望沉浸在 这种暧昧又刺激的关系中 所以 哪怕自己已经结婚了 她也毫不犹豫地奔向费可的怀抱 当然 费可和苏倩在一起 也绝对没有所谓的爱情 而是同样谋划已久的完美骗局 她假装自己投资失败 被人到处追债 在苏倩面前半可怜 装同情 最终令苏倩心甘情愿 卖掉自己的房子 挪用公款替她还债 最后 还有一位 是五场骗局中唯一一个年轻人 也是最早被费可 拉入骗局的受害者 张轩 跟许多情斗初开的大学生一样 费可与张轩的相遇 也充满了浪漫美好的校园色彩 费可在各种课堂 演讲中 与张轩不断上演偶遇的名场面 很快年轻的张轩 就被这个充满魅力 和学识的男人所吸引 可张轩没有想到的是 费可竟然只是为了 利用自己的身体 为她进入金融行业铺路 最后达到目的的费可 很快就把张轩踢开了 一场又一场 串联在一起的高端骗局 除了称赞男主费可的高情商 和有心机之外 还是得感叹一句人性的险恶 原来 最亲近的人 也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人 好剧不论长短 《新生》虽然只有短短十集 但却足以把故事讲得完整又精彩 所以她的出圈不只是运气 更多的是用心 希望未来更多的影视剧 能够朝着《新生》的方向发展 让国产影视剧的地位更加拔高 《新生》断更的两天 度日如年啊 在《我的阿乐泰》 收获大批好评的情况下 为啥《新生》还能略占上风 占据热度榜第一位 离不开精彩反转的剧情 更依托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 在四个受骗者讲述的画面中 陈树发是轻信他人的心碎岳父 陈浩是对兄弟掏心掏肺的老大哥 苏倩是恋爱脑上头的痴情女人 张轩是被初恋狠辜负的可怜女孩 而费可是心思深沉 冷酷无情的大骗子 演绎腹黑版费可时 景博然的状态也显得更加阴郁 有时表情甚至有些猙獰 是啊 一个满嘴谎言 时刻想着掩盖身份 谋取利益的人 怎么可能表情轻松愉快 看起来面相特别好呢 在《河山揭开》的隐藏真相中 陈树发一改憨厚的美老板形象 开始展现精明算计的一面 费可提出跟陈佳佳签婚前协议时 陈树发内心狂喜 但碍于面子 嘴上不断拒绝 直到跟费可谈拢 先举办婚礼 等收购项目 完成后再领证 陈树发才不再掩饰 自己保住财产的窃喜 陈浩也不再是贴心老大哥的形象 时刻用意味深长的眼神 贪婪地盯着费可 听说费可租的房子漏水 陈浩脸上掠过一丝窃喜 机会来了 终于能把他拐回我家了 这段还有一个细节 费可邀请陈树发来陈浩家吃饭时 把陈浩的猫精仔 抱到楼梯间藏着时 还亲了一下猫的头 这说明费可弄丢金仔 实属无心之师 苏倩更不是什么恋爱脑 而是既要又要的贪婪女人 她既需要大17岁老公的钱 又需要年轻情人的浪漫和激情 来疏解她无处排遣的欲望 剧中有一个画面 费可失联后 苏倩在床上突然翻过身来 一边回想自己跟费可的激情时刻 一边跟老公用力接吻 可下一个镜头 切换成了老公转过脸沉睡 而苏倩在一旁默默流泪 以此推测 苏倩的老公可能不行 因此 老公发现苏倩 跟费可看画展时 苏倩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回怼 你不相信我 我也没办法 跟费可解释老公时 苏倩也反复强调 老公除了钱 什么也给不了她 这时的苏倩 脸上不再是端庄和矜持 充满了欲望和疯狂 饰演苏倩的演员彭杨 之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普遍是善良美好行 比如 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于昕老师 《香蜜沉沉静如霜》中的长方主 没想到 当她抛去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 转而让脸上充满欲望时 整个人更加有张力 演员王雁辉 黄爵和彭杨的白切黑表演 都非常精彩 但更让人惊艳的是张亦凡饰演的张轩 张轩一角 实际上有三个版本 清纯柔弱版 豪放心机版 以及整容捞女版 演张轩被费可送上金总的床时 有弹幕评价张轩 这姑娘是真没那么好看 确实 柔弱版张轩 虽然更加清纯 但整个人似乎被封印住了 显得暗淡无光 而当小白花切换为野心女后 虽然张轩的脸没变 但她身上的气质立马变了 脸上好像发着光 举手投足 带有掠夺一切的冲净 更让人叫绝的是整容版张轩 很多弹幕猜测 整容前后的张轩 是不是两个演员演的 实际上都是张亦凡自己演的 每天拍戏之前 张亦凡需要画五个小时的特效妆 垫高鼻子 捏出肩下巴 上好妆后 张亦凡要时刻注意不大笑 否则特效妆就容易开交 跟黄爵演对手戏时 张亦凡都是特效妆的样子 搞得黄爵戏撑 拍完戏才知道她的真面目 看着镜中上了特效妆的自己 张亦凡开始放飞自我 会用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情 和动作诠释张轩 印象很深的一幕 是整容后的张轩 第一次见到费壳时 用手指尖往费壳脸上溅了点水 一个简单的动作 将张轩改头换面的自得 对费壳隐藏的爱意 和轻浮的作风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张亦凡的影视作品不多 但完成度还不错 他曾在《少年的你》中 饰演胡小蝶 在影片开头跟周东宇饰演的陈念 一起搬牛奶 随后跳楼自杀 还在《江河日》上 饰演非法运输金雕的袁孝孝 更让人期待的是 他的带播作品中 有一部跟最近很火的演员 蒋其鸣主演的电影《七天》 蒋其鸣饰演的陈丑时 跟张亦凡饰演的温倩谈恋爱 但陈丑时有一个特异功能 能在女孩头上看到一串数字 代表他跟女孩的恋爱时长 而温倩头上的数字是七 说明他们的恋爱只能持续七天 这部电影是蒋其鸣的第一部男主作品 期待他和张亦凡的演绎吧